郭忠祐,張國雄的獲得 請教一下 我們市場市到底有多少實習生 這件事情我直接回答 我們實習生是有制度的 我承認那個平行刑事漏掉 有有有有有SOP 什麼樣的制度你告訴我 有幾位 台北市市政府實習生制度 有一個流程圖 有公開甄選嗎 有有 怎樣公開甄選 他主要是青年事務委員會幫忙 他有一個 我剛剛我已經幫你看過了 所有的你的市長是你的聘任人員 全部有公開申選的 我名單都有 就是只有這個姓交的 為什麼沒有 沒有 我認錯 他並不是實習生 你公開申選的叫做聘任助理 並不是實習生的名稱 我們有實習生的制度 因為以前我就有 那你現在有幾位 目前好像是沒有 現在又沒有 那之前是怎麼拼任的 有公開嗎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實習生制度 沒有 你告訴我有沒有公開 有啊 如果要聘用的話 他有個流程圖 我就找正常程序 好 那請問現在新交的這位 實習生是怎麼進來的 我跟你說 怎麼公開的 我一直交代出來 他想要來 我覺得那個應該要走程序 他想來 他沒有走程序 所以沒走程序嗎 所以是走後門嗎 也不是要走後門 那你的遠房親戚是怎麼進來的 那個是有程序的 是我們爆料了以後 你才走程序嗎 不是 那現在那個遠房親戚 從實習生後來呢 去卡那個社會局的機要職缺 佔人家職缺 後來又被爆料了以後 你現在又拉回來市政府 在你的市長室裡面 現在是擔任什麼職位 現在擔任什麼職位 那當時沒有職位 那原房親戚現在 局職現在擔任什麼職位 應該就是市長 我跟你講 我們當職位 沒關係你直接說 是什麼職位 應該是月聘庫的吧 那個 月聘庫 月聘研究 那一個月薪水多少 我不曉得 多少 什麼叫你不會算 你一個薪水都不敢對外講嗎 對那是多少 來知道的人告訴一下市長 是多少錢 薪水 時間請暫停 都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要就你 沒有特別去記起來 所以他的工作呢 打雜的工作 現在連薪水不敢對外公佈 那這不是黑箱了嗎 沒有啦 這樣不太好耶 市長 沒有啦 你要公佈我們就可以公佈 我只是沒有記起來 這公佈就公佈 那知道的人先來幫市長救援一下吧 誰會去記的 那時間請暫停 人事處回去查一查 你要查我就查給你 這沒問題 市長 連一個薪水大家都不敢幫你講 我現在要請教一下 那個姓嬌的 他為什麼可以這麼質疑萬為 這麼大膽 然後去嗆媒體 說什麼 你知道我爸媽是誰嗎 擋到人家的公務的運作 還嗆人家說 你知道我爸媽是誰嗎 我也知道你們某某電視台的總經理是誰 然後呢 你死定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大肆萬為 對呀 所以說小孩子就是不對嘛 你是用這個 你說他自己要來的 那請問一下是他父親委託你讓他進來嗎 不是啦 所以你是拿 他是拿多少政治現金給你 我都一毛錢沒拿到 你錢沒拿到還是拿到民眾黨去了 不是不是我跟妳講一般是這樣 那為什麼他可以進來 我跟妳講有些想要來我們這裡應聘嘛 我就說那簡單啊 你要不要先進來看一看 所以都不用程序上就隨便誰要進來就進來 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還是一個 那你剛剛不是說有制度 有有有有 你不能說謊 他到底是給了多少的費用 那有沒有領薪水 請問一下姚貝有沒有領薪水 應該沒有錢吧 沒有錢 為什麼他會想要來幫你的忙 一般要進來的 我們都可以給他一個 你可以告訴我 到底是誰請你聘用他嗎 沒有沒有要聘用他 但想來 那你為什麼要聘用他 我先講 我是這樣 通常 沒有薪水 人可以進來又這麼大肆萬為 那請問一下 他到底給你什麼好處啊 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我跟你講一般是這樣 因為我們也很好奇外界也很好奇 不要佔用我的時間 到底有沒有給了什麼政治獻金 還是有給什麼好處 還是有什麼樣的資源給你 你們告訴我 都沒有拿到 市長我仔細看一下 其實你整份的那個報告裡面 提到大巨蛋議約回饋 回饋金跟體育善事比例 整本裡面都沒寫啊 那你們在呼嚨台北市議會嗎 你說什麼 裡面的報告 題目 大巨蛋議約回饋金 體育善事比例 這個部分 所有報告內容都沒寫啊 預約金呢 回饋金呢 賽事比例呢 這個有點複雜 這個是這樣 可是你的報告內容都沒寫 那這樣有點呼嚨議會 不太好啊 他那個是這樣 包底抽成 那個底要多高 其實怨雄還沒決定 所以嗎 那你要高音會獎啊 這邊都沒有寫好 那我問你賽事比例 那請問一下 365天有幾天可以打棒球 然後我要的不是只有一般的棒球 國際賽事比賽呢 這個問題在這裡 包底抽成 那個底要射多少 跟他的內容 但是我們心裡要有一把尺 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態度 365天我們幾天可以打棒球 你告訴我 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我是沒有特色什麼立場 我倒覺得這樣 現在大家擔心不能打棒球 全部都開演唱會了 你可以告訴我比例嗎 也不會這樣 沒關係你告訴我比例 你給我告訴我比例 我跟你講 還有點 那個是要算場次還算天 還有點 好沒關係場次天都沒關係 你給我比例是多少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戲 那你這樣不是在土地遠雄 不是不是 這個東西就要回到細節 大家都知道演唱會是賺錢 打棒球不見得賺錢 那你現在我們的主體叫做棒球場 那你告訴我 比例是多少 時間請暫停 不好意思 不是 這個就是問題 所以這個 這個還有坦白一點 所以你不能給棒球民一個 一個很明確的交代 你可以打幾場棒球 國際賽事可以幾場嗎 至少你說一連一場也OK啊 一連兩場也可以啊 有沒有 這個就是做 不好意思做 因為 大巨蛋是一個球場 也要 來那個巨蛋我不想聽你說 是啊 如果你沒辦法給我們的球迷 一個很明確的答案的話 我們真的認為說 你在土地遠雄 第二個我再問你 我的光害 大巨蛋的屋頂板的光害 你看現在 小朋友現在上課 還是光炫的問題很嚴重 你現在大巨蛋都要開幕了 你到底現在關稅人的部分 你怎麼處理 這個11月底之前會處理好 因為這陣子 不可能處理好 請問一下他的材質 用什麼材質 你告訴我 現在用什麼材質 時間暫停 用什麼材質 他現在的材質的 用泰板還是新泰板 蛤 是用泰板還是泰新板 沒有 他是用泰板 但是他會塗上那個塗漆 不是塗了 那漆了啊 就沒辦法了 市長 所以他這一次有請 居長我不需要你回答 因為這不是你的問題 市長 我連一個 我連一個光復國小 3000個小朋友的光炫的問題 到現在已經兩年了 你沒辦法處理 打雞蛋的問題 你到底要怎麼處理 你告訴我 怎麼解決 又不能打棒球 打棒球你也不給承諾 現在連一個泰板的問題 你都沒有辦法給承諾嗎 棒球是一定可以打的 具體的承諾 來泰板 在他能開幕之前 可以全部處理完畢嗎 11月會處理完畢 泰板他說11月底全會處理完畢 如果沒有處理完畢呢 就是這樣嘛 反正 如果沒有處理完畢呢 就是那一句 使用執照我們還卡在手中 好 所以那沒有 11月底沒有處理完畢 使用執照繼續卡 是不是這樣子 使用執照照在我任內 我看不會發出來 因為你那個 等到 你給我具體 具體 11月底沒有處理完畢 使照是不得合發 是不是 光害沒處理好一定不會發 他說光害沒有處理完畢之前 我們不會給他使照 不會給他使照 這具體的承諾 那棒球賽事呢 具體承諾 棒球賽事這樣 因為要看那個 到底要怎麼定義 已經那麼久了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很難 已經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你還沒有答案嗎